《闲台有数》这部剧已经顺利开机 由影涛指导邓维和向寒之主演 作为邓维的第一部男主剧 粉丝们可谓是操碎了心 在造型方面给了剧组很多意见 出来的效果果然非常好 邓维饰演的男主叫做苏伊水 和女主有两室纠葛 而最近又释出一套带感的新造型 是苏伊水第二室入魔的装造 宽大的黑色衣服加斗篷 搭配邓维优秀的身材 这气场都要一出屏幕了 路透图虽然有点糊 不过邓维的五官冲击感很强 有种要大杀四方的感觉 俯批大魔头的味道顿时有了 又一套惊艳的新造型呀 《闲台有数》的第一是 西山派女掌门穆清歌收养了苏伊水 为了封印徒弟身上的魔物灵犬 不惜用金丹讲起封印 但是此举被其他宗文误会式魔头 因此被联合绞杀 穆清歌临死前苏伊水得知了真相 为了让师父有重生的机会 他不惜献出半颗金丹 借助转生术的力量 让穆清歌在20年后重生成为薛冉冉 看来这套黑色斗篷的造型 应该就是苏伊水因为灵犬入魔的剧情 正邪两种感觉 都可以在《仙台有数》这部剧里 一包艳福了 邓维的外形气质 很贴苏伊水的描写 原著里的苏伊水就是个美男子 迷倒万千少女甚至少男 嘴巴好看 手好看 浑身上下都好看得不得了 就连名字都这么好听 邓维出道这几年 参演的古装剧角色 就没有造型不好看的 因为他本身的条件过硬 头小肩宽腿还长 五官可塑性强 换个装造就像换个人一样 所以演了这么多古装剧 根本不会给人雷同的感觉 这样可塑性强大的演员 造型师也很喜欢吧 无论给他穿什么衣服 都不会让人失望 当看到这么霸气的苏伊水 感叹又是一个微波鲜火的角色呀 在大家还沉迷温柔款款的涂山景时 邓维摇身一变 又带来一位惊喜角色 有网友看了苏伊水入魔的造型 表示涂山景是一个都打不过 查硕巡是你们自己了断 苏伊水则是全都杀了 邓维的这两部带播剧都是古装 奉批美人查硕巡 绝美师尊苏伊水 都太让人期待了 小编也给大家带来了 先台有数邓维上班路透 单手拖着咖啡手机好酥 好清爽的穿搭 蓝白色 海盐汽水的感觉 不愧是潮男 即使是简单的穿搭 也能穿出时尚感 简直就是行走的穿搭模板 现在有不少人模仿邓维的穿搭 无论男女 穿的都好好看 虽然现在邓维没有新剧 总以播出能维持热度 但靠每天的穿搭 就能抓住粉丝的心 大帅哥每天精心搭配上班 粉丝钻石每天都像在看秀 而且很像拆盲盒 你不知道他会穿得多时尚 不少网友表示 很会穿搭的 他每天的手机壳 都是根据今天穿的衣服换的 薄荷卫的清爽男孩 连路过的风也是温柔的 横电男模上班了 每天只是上下班的穿搭 就把钻石们死死拿捏等等 邓维是一位兼具演技 和时尚感的年轻演员 他的个人风格和职业背景 都为他的穿搭哲学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在过去的几年里 邓维凭借出色的演技 和独特的时尚风格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邓维的穿搭中 最常见的是简约 舒适和时尚的结合 他注重色彩搭配和服装款式的选择 善于利用配饰和鞋子 来增添整体造型的亮点 邓维在穿搭上的亮点 在于他善于将不同单品进行巧妙搭配 既满足了自己的舒适需求 又能展现出独特的时尚品位 在闲台有数的拍摄现场 邓维的化妆师和朋友 都对他的穿搭赞不绝口 他们认为邓维的穿搭 不仅符合剧中角色的需求 也展现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 这种风格既体现了他的品位 也彰显了他的个性 邓维的清爽穿搭引发热议 让人们再次关注到他的演技和时尚品位 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员 邓维不仅在演技上不断突破自我 还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 以时尚和清爽的穿搭风格 给人们带来视觉享受 邓维的演艺事业发展得十分顺利 这与他的努力和才华密不可分 在未来的发展中 邓维可能会继续尝试不同的角色和挑战自我 但他的时尚风格将继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虽然距离邓维的仙台有数开机日 已经过去四天了 但是回顾下仙台有数开机的那些画面 感觉感人的画面和细节还是挺多的 首先说下钻石们为这次开机做的演员 和幕后工作真的太暖 太感人了 很多钻石在开机的前几天就提前准备好了工作 比如这些演员的物量 钻石们给未未打造了一个浪漫的紫色花海 乍一看以为是个求婚现场 而实际上却是钻石们用心给未子打造的一个开机演员仪式 是真的太美太浪漫了 钻石们的审美真好 这个排面可以说是内于排名前列了吧 再来看看这些应员物料真的做的细节满满啊 因为未子的应员色是紫色 所以钻石们选用的所有物料都是以紫色为主 大刀墙纸 应员花车 地毯 鲜花 甜品台 KT版 小刀手提袋 手服 甜品 蛋糕 饮料等都是选用紫色系列 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这款翻糖蛋糕了 开始还以为只是个模型 但是放大看才知道原来是个蛋糕 细看这个蛋糕的造型 是根据官方先台有数的海报来参考设计的 比如蛋糕中的粉色大树和山 就是参考海报来制作的 另外还加了中式的建筑 亭子 小桥 最有亮点的地方就是桥的下面做了一个钻石小盒 愿意钻石们的温柔陪伴 还有蛋糕上面的两个小人偶也是有趣可爱的很 一个是小狐狸夜时期 一个就是现代版的维子吧 细节感满满 蛋糕也很美 另外还有这些手提袋上的印花也是细节感满满 上面的图案竟然是邓维在长月静明时期 有次线下活动宣传的时候 微微亲自画的花 哈哈 真是别有用心 另外这牌紫色花墙也是美感十足 个人感觉有点像钻石 也像爱心 而且花墙还分现代风和古代风 古代风也是围绕仙台有树作的背景墙 考虑的很周到 还有这999多紫色玫瑰 真的太浪漫了吧 还有这紫色的马卡龙和甜甜圈等甜品 这些都是微微爱吃的甜品啊 这次钻石给的牌场真是大气 虽然有点费钱 但是对于微子的首部男主剧确实很值得 毕竟相对之前的开机画面 微子确实就是个小透明 而且还老是被黑 所以这次必须破例给他一个很特别纪念意义的开机仪式 再来看看我们的主人公看到这个画面的反应 微微应该也是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喜爱 看他好几次都个感动得要哭了 第一次是开机途中 主持人说开机大吉的时候 台下的钻石们都一口同声说开机大吉 导演还说这次开机来的粉丝是真的多 这牌场还是他第一次看到吧 魏子也是高兴地看向场外的钻石们 感觉他眼里已经有了小珍珠 他心里肯定一级确定了 钻石们是真的喜欢他本人 而不是剧中的夜时期了 双鱼座是真的特别感性 心思也很细腻 魏巍是真的感动得哭了 第二次要哭的时候 应该就是他在打卡花墙的时候了 他双手合十低头向钻石们感谢 这次不只是他想哭 场外的钻石也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平常看似温润如玉 说话柔声细语的韦子 想不到他突然使出了洪荒之灵 喊出了那句谢谢大家 这么大声应该也是他有史以来 第一次在公众场合 这么超大声说话的吧 真的是泪目了 魏魏与粉丝的双向奔赴 我猜魏巍肯定有好多话想说 但是千言万语还是用一句 谢谢大家 以此来感谢粉丝们深沉的爱意 还有感人的一幕 就是细腻的小双鱼男 想不到只收了999朵 玫瑰花中的8朵 其余的都送给钻石们了 至于为啥发朋友圈只有6朵 大家大胆猜测 是因为魏目前有8部作品了 但是播出的却只有6部 所以这6朵玫瑰花代表的是 他目前播出的6个作品中的第6个角色 这小心思太细腻了 还有他微博发的仙台有数开机大吉 虽然只是简短的开机大吉 但是他却多重复写了一句 其实细心的钻石们发现了 第一句是他自己说的开机大吉 而第二句是代表钻石们说的开机大吉 哈哈真的是个心思细腻很浪漫的双鱼男 微微看似外表冷酷 其实内心温暖又细腻 难怪这么多钻石们都喜欢他 以上是跟大家分享的 等为新剧开机过程中的感人的画面和小细节 最后想说的是 钻石们超级有品还超级优秀 叶朱威子大红大紫 星途无限